英国发生近年来其中一个最大规模的鲸鱼搁浅事件 77头长枝领航鲸搁浅在苏格兰北部一座岛屿 至少65头集体死亡 只有12头鲸鱼好不容易存活下来 但是由于搁浅太久 内将承受巨大压力和伤害 这些存活的鲸鱼最终还是必须进行安乐死 我们做了所有我们可以了以视频的活动 和看能处成如果他们能处置 借责很固域了 残疑了很多他们已经也被围见到沙丰 我们认为他们则是终于山 英国潜水员海洋生物救援组织星期四指出 这些鲸鱼搁浅在奥克尼群岛中的桑迪岛 洁白的海滩 湿恒遍野 还有一些鲸鱼在苟延残喘 由于交通不便和各种限制 救援组织难以运送大规模行动所需要的设备到这片海滩 苏格兰海洋生物搁浅计划正在处理后续工作 抽取鲸鱼样本或是解剖尸体 鉴定搁浅的原因 海洋生物救援组织人员解释 鲸鱼向来都是群居动物 尤其是长只领航精 一旦有同伴受困或是面对困难 其他的鲸鱼都会伴随左右 因此经常出现大规模搁浅的情况 经常出现大规模 解讯划正在高潮活的原因 相当内 船瓶 哪里是在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